愿平安与大家同在 今天晚上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分离的祷告 我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总有一刻是要分别的 那我们道别的时候有不同的方法 有些人会拥抱一下 有些人会替别人祝福 有时候我们一起吃饭 这些都是道别的好方法 当主耶稣准备跟门徒分开的时候 因为主耶稣将要上十字架 那主耶稣是怎么样跟门徒道别的呢 主耶稣替门徒祷告 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主耶稣这里有一个很特别的祷告 是分离的祷告 在分离其实是一个很困难的时候 我们通常道别是不容易的 但是还是要分开 主耶稣用一个祷告 来跟门徒道别 今天晚上我们就是要来讲这个分离的祷告 我们把它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就是主耶稣为自己祷告 第二个部分就是主耶稣为门徒祷告 第一个部分主耶稣为自己祷告 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第十七章 第一到五节 约翰福音十七章一到五节 耶稣说了这话 就举目望天说 父啊 时候到了 愿你荣耀你的儿子 使儿子也荣耀你 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 管理凡有血气的 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 认识你独一的真神 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 这就是永生 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 你所托付我的事 我已经成全了 父啊 现在求你使我 同你想荣耀 就是未有世界已先 我同你所有的荣耀 这里主耶稣向天父为自己祷告 有些人会觉得奇怪 主耶稣自己不是神吗 为什么还要向天父祷告呢 我们不要忘记 我们说主耶稣是神 其实是指属灵上的意思 但是当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 他有一个肉体 因为他谦卑降低了自己 所以他变成完全的人 所以他祷告的时候 其实是从人的角度来祷告的 因为他带着这个肉体 所以他也有软弱 他也要克服这个软弱 所以主耶稣常常地祷告 这个其实是对主耶稣非常重要的一个时刻 因为他要上十字架了 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时刻 主耶稣这里选择了向天父祷告而得到力量 我们从主耶稣的自传祷告的时候 里面要得到什么学习呢 第一点就是主耶稣向神祷告 求力量让他可以荣耀神 第一节这里说 主耶稣说了这话 就举目望天说 祷告之前 主耶稣是在跟门徒说话 整个十六章都是讲 主耶稣跟门徒说话 当他跟门徒说话的时候 眼睛就是看着门徒 但是当他跟天父祷告的时候 他就举目望天 弟姐妹们 我们常常花很多的时间看别人 但是我们很少举目望天 我们常常忘记用眼睛往上看看天 我们看了好多人 所以我们才心里这么失望 我们只看到问题 所以我们才会觉得这么的失望 但是主耶稣常常举目望天 常常跟天父祷告 那他祷告什么呢 他说父啊 时候到了 这个在约翰福音里面提到 时候到了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 其实每件事都有预期 预定要发生的时候 就像传道书里面告诉我们的 生有时 死有时 没有任何事情可以改变这个预定的时间 时间到了我们就从妈妈的肚子里生了出来 时间到了我们就离开这个世界 从出生到死亡这中间的阶段 我们常常不断地挣扎 常常想活得更久 但是时间一到我们就得走了 所以这里主耶稣说父啊 时候到了 他说愿你荣耀你的儿子 让你的儿子也荣耀你 这里主耶稣向神求荣耀 他跟天父说让你的儿子得荣耀 我们自己想一想 在我们的心目中 得荣耀指的是什么呢 如果我们用世界的角度来说 得荣耀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 可能是坐在大的位置上当领导 或者是在教会里被按守当圣职人员 或者是我们被选举来当做领导人 所以我们就可以很风光地指挥别人 做这个 做那个 还是我们会得到别人很多的称赞 那别人给我们荣耀 如果我们是向世界的角度来看 那荣耀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所有的这些 但是主耶稣祷告要的这个荣耀 不是照着世界的角度来看的 主耶稣是要领理的荣耀 所以他跟天父求荣耀是什么意思 因为在圣经里 在圣经里指的得荣耀就是指着十字架 我们往前看约翰福音第十二章 第二十三到二十四节 约翰福音第十二章二十三节 耶稣说 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 这里主耶稣说 时间到了 人子要得荣耀了 这是什么意思 第二十四节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 人就是一粒 若是死了 就结出许多子粒来 主耶稣把自己比喻成一粒麦子 麦子如果还结在麦梗上面 是非常漂亮的 但是这个麦子需要掉在地里 需要被埋在土里 需要死 主耶稣需要经过这些 被杀 被埋 然后复活 有一天他会在荣耀里复活 但是在得着这些荣耀之前 他需要经历这么多苦难 这就是麦子的比喻 麦子的精神 大家想一想 我们知道得荣耀在神的国里面 是代表什么吗 并不是要能够发落别人 并不是要当最大的 不是要当领导 或者是爬到最高的地方 比别人更厉害 是我们愿意服侍的心 这一点都不容易 主耶稣祷告 现在要来关键的时刻了 其实主耶稣这里还可以拒绝接受这样子上十字架的事情 但是主耶稣向天父求荣耀 主耶稣求天父让他有力气能够面对这个十字架 我们再回去看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一节 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 父啊 时候到了 愿你荣耀你的儿子 使儿子也荣耀你 这里主耶稣说 愿你荣耀你的儿子 儿子也荣耀你 主耶稣来世界上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神就得到荣耀 主耶稣如果做到一半就不做了 那神就无法得到荣耀 所以我们来看第十七章第三跟第四节 认识你独一的真神 并且认识你所拆来的耶稣基督 这就是永生 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 你所托付我的事 我已成全了 主耶稣是怎么样让天父得到荣耀呢 主耶稣这里说 我已经完成你所托付我的事了 如果主耶稣只做了一半 主耶稣只有传道 没有上十字架 那神就无法得到荣耀 如果主耶稣上了十字架 但是一下就下来了 如果主耶稣说这太困难了我不做了 那天父就无法得到荣耀 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这里说 我已经完成你所托付我的事了 这就是我们要祷告要求的 我们不只要开始做工 我们也要完成这些工作 如果我们去学校报名成为了学生 那我们就要把这个读完 我们不能读到一半就说 这太困难了我不喜欢我不要了 我们去上班如果老板给我们一件事情做 那我们就要把它做好 我们被人托付的事情我们就要做好 那如果神托付我们做一些事情呢 如果神托付我们做的事情 需要我们经过许多苦难呢 如果我们为了这个事情 需要流血流汗甚至上十字架呢 如果我们要让天父得荣耀 那我们就要坚忍完成这些任务 我们常常祷告都是求神来解决我们的问题 这种祷告是可以的 但是不是最好的 我们应该要这么祷告 是说天父让我荣耀你的名 你派给我的任何的任务 让我完成它 如果我碰到问题 给我力量让我克服它 不管是教会的圣工 或者是我们的职业 或者是我们的学习 主耶稣让我们活在这里 一定就是有一些任务要我们完成 那耶稣到底他有什么使命呢 我们来看第十七章第六节 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 我已将你的名显明于他们 他们本是你的 你将他们赐给我 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 主耶稣来这个世上的使命 就是把天父的名显现给所有的人 主耶稣来之前 在旧约的时候 其实人是不认识 不知道天父的名字的 那时候旧约的人 只知道天上的神 或者是说我是 我是自有拥有的神 这就是旧约里面 人对神的认识 但是这不是神的名字 到底神的名字是什么 主耶稣这里说 我来将你的名显明于他们 如果我们知道了主耶稣的名字 我们就知道了天父的名字 因为其实天上的父与神子 是同一个人 因为父不是一个名 如果我们有小孩 那我们就是叫爸爸 但是我们护照上面写的名字 不是叫爸爸 爸爸其实就只是一个称谓 天父是一个称谓 但是天父的名字是什么 其实我们以前就读到过 第十七章的第十一节 天父的名字就是赐给子的名字 我们来看约翰福音十七章第十一节 今后我是不再在这世上 他们却是在这世上 而我往你那里去 圣父啊 求你因你所赐给我 你的那名保守他们 这边就是告诉我们 天父跟神子 是同样的名字 就是叫耶稣基督 所以主耶稣来到这个世上 完成了他的使命 然后最终面对了十字架 这就是我们需要好好想一想的一个问题 我们要思考的问题 我们是否愿意牺牲自己 来顺服神 来荣耀神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很多人刚来信主的时候 就是为了要让神 来解决我们生活上的问题 请祝福我 请让我的身体好起来 但是其实这不是真正来信主的原因 我们来信主真正的原因 其实是因为我们需要荣耀神 不是来求神 来帮我们解决大大小小的问题 我们要好好思考一下 另外一个要思考的问题就是 神托付给我们的功 我们愿不愿意完成呢 如果这是代表说 我们需要过一段艰苦的日子 或者是我们要花很多的力气 我们是否愿意完成 神所托付的工作 这个工作代表不同的事情 如果我们是在家里的全职妈妈 那有可能神托付我们的使命 就是好好照顾小朋友 来兼顾他们的信仰 我们不需要去非洲传教 也许神把教给我们的使命 就是照顾好我们小朋友的信仰 我们每天都要好好思考 神到底交付给我们什么任务 第二个祷告 主耶稣开始替门徒祷告 主耶稣求天父让门徒有合一的心 为什么呢 其实门徒常常争吵 我们来看看他们是怎么样争吵的 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第十章 第35节到37节 那时西比泰的儿子 雅各和约翰前来对他说 夫子我们向你无论求什么 愿你给我们做 他就对他们说 要我给你们做什么 他们便对他说 赐给我们能做在你的荣耀里 要一个在你右边 而一个在你左边 有一天雅各和约翰来看 见主耶稣 其实这十二个门徒 每天都是跟主耶稣在一起 为什么他们要跟从耶稣呢 其实每一个人的理由不太一样 但是大部分门徒心里想的 就是想说 主耶稣会来建立地上的国 会做地上的王 我们来想一想 如果我们的朋友 或是我们的老师 有一天做了总理 那他一定需要很多的助手 这些在政府里面 做总理的助手 这些工作是非常好的 我们可能会当他的一些部长 所以雅各跟约翰来问耶稣 这个问题其实是很正常的 因为他们认为 有一天主耶稣就要在地上做王了 那请让我们兄弟 一个人坐在你的右边 一个人坐在你的左边 那如果你当总理 一个就让我们当副总理 另外一个做个什么部长吧 其实雅各和约翰就是想要 在其他门徒之中当最大的 这就是他们的野心 他们想要当大 这样有错吗 其实主耶稣也没有骂他们 但是主耶稣说 这个不是我可以赐给你们的 但是我要喝的杯 你们能喝吗 如果你在天国里面 想要当大 那你就是要比别人 吃更多的苦 其实雅各跟约翰 不知道自己求了什么 有时候我们祷告 也不知道自己在求什么 其他十个门徒听见了 就觉得很恼怒 第四十一节 当那些十个人听见了 就恼怒雅各和约翰 另外十个门徒听到就非常生气 所以你们两个是要来插队吗 想要当我们之中最大的吗 你们知道你们自己是谁吗 其实这十个门徒之中 还包括彼得 其实在十二个门徒里面 彼得是最先被提到的 因为他是门徒里面 年纪最大的 这里连彼得也很生气 为什么他们生气 因为其实雅各跟约翰 都在争他们其他人也想要的 其实大家心里都有 偷偷藏着这个野心 大家都没有说出来 但是其实每个人心里都有 有的时候其实很尴尬 我们心里想的可是不敢说出来 但是我们也知道别人心里在想什么 所以他们常常在主耶稣前面后面争吵 当主耶稣要面对十字架的时候 他们还在吵 他们吵个不停 我们当父母的都心里很清楚 我们上班忙了一天 很累了回家 最不想要听到的就是 一个小孩跑来找我们 讲另外一个小孩的坏话 我们真的很不喜欢看到小孩之间吵架 甚至打架 没有当过父母的 有一天也会尝到这种滋味 我们其实自己也常常跟别人争吵 所以想一想 我们来思考看看 为什么常常会和别人争吵 我们最后一次跟别人大吵 是什么时候 也许是昨天晚上 或者是今天早上 为什么常常会跟别人争吵呢 甚至与配偶之间 也是常常争吵 没有合一的心 其实我们很爱我们的配偶 要不然我们就不会跟他们结婚了 但是我们为什么之间 没有合一的心 尤其是这次疫情之下 大家都关在家里 所以常常争吵 但是我们要好好想一想 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我们不要来说 就是因为他呀 手指都是指着别人 还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太骄傲呢 或者是我们太自我呢 或者是我们太强势 我们是不是常常到任何地方 都没有办法跟别人和平相处 可能这是我们自己的原因 其实主耶稣很清楚 这十二个门徒都有这个问题 骄傲 这是邪恶的想法 私欲 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十一节 我们刚刚看了 但是我们要专注于一件事 十一节 今后我是不在在这世上 他们却是在这世上 而我往你那里去 圣父啊 求你因你所赐给我 你的那名保守他们 叫他们合为一 像我们一样 主耶稣这里祷告说 希望门徒能够合为一 就像主耶稣跟天父一样 祝这他祷求神 spos 耶稣对他政府的味道 祝你omos为了 那 still people 祝福福门徒的一切 他们要求和一的心 祝福福这个 为什么祝祝 Pennsylvania 祝福ane 用的是聖民会 所以请汉政 祝それは求救 presenters 然后祝福一次的真正 祝福他们要求求和一的心 他要把王普天之下 传福音建立教会的使命 交给门徒 我们知道主耶稣其实是有 120个左右的门徒 但这12个门徒 其实是他们的最中心 主耶稣培养他们当作领导者 但是这个核心跟了主耶稣三年 还是之间没有合一的心 还互相争吵 如果教会是要建立在这些人上面 那这教会可能没什么希望 因为如果一直争吵 那最后就是自我灭亡 我们不需要撒旦来毁灭教会 也不需要罗马政府来逼迫教会 门徒之间在继续这样争吵 那他们分裂 那这就会把教会弄垮了 所以合一的心其实就是发展的关键 我们来看以福所书第四章第四到六节 以福所书四章四到六节 一个身体和一个灵正如你们蒙昭 也在你们蒙昭的一个指望中 一主一信一静 一神就是众人的父 祂在众人之上且贯通众人 又在众人里面 这里主耶稣说 关于得救的所有事情都是一个 从一个身体开始 如果我们想一想 我们自己的身体里面 我们各种器官不能够和 而唯一不能够互相包容 如果我们肺说 我不要把氧气运送给胃 那胃说 我不要消化食物给肺 那这两个器官都会死 一个得不到氧气 一个得不到食物 所以在主耶稣里面 我们是一个身体 我们需要合一 不可以分裂 但是要达到合一 其实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但是因为其实 人都是背负罪的 所以我们心里有非常多的 私欲非常多的骄傲 任何有人的地方 就是有分裂 不管是在公司里面 或者在家庭里面 但是在基督里面 我们也有不一样 所以耶稣这里就替门徒祷告 我们也需要祷告求合一的心 以弗所书第一章 第二章第一到二节 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 我们看菲利比苏第二章第一到二节 所以在基督里 若有什么劝勉 若有什么爱的安慰 若有什么灵的交通 若有什么慈悲和怜悯 就当思念相同的事 有相同的爱 同心思念那一件事 使我的喜乐满足 这里告诉我们 我们要怎么样在基督里合一 我们要靠着圣灵的力量 保罗这边告诉菲利比教会 保罗替他们祷告 让他们有相同的思想 相同的意念 为什么我们不能合一呢 为什么先生常常跟太太吵架 因为思考的模式是不一样的 他们对花钱的思考模式是不一样 或者是对教养小孩的观念不一样 或者是花时间的观念不一样 所以观念不一样就常常吵架 到底是谁对谁错 没有人愿意放 因为每个人的观念不一样 但是在基督里面 我们虽然不一样 但是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合一呢 我们要让圣灵进入我们心里 让我们心意更新 不是你的观念 也不是我的观念 但是要让神的观念 进入我们心里 如果我们常常靠着圣灵祷告 圣灵会让我们心意更新 有时候我们祷告常常会听到圣灵的声音 跟我们说你不应该这样 圣灵就会责备我们 会引导我们 改正我们的观念 所以如果说太太跟先生的想法非常不一样 我们回家试试看 我们不要再吵了 我们应该花更多的时间一起祷告 我们每天定个时间 15-30分钟 跪下来一起替这个争吵的事情祷告 让神来带领我们 告诉我们什么才是正确的方向 我们祷告的时候 圣灵就会打开我们的心 然后把我们的心联合在一起 或者是我们读经的时候 还会看到神告诉我们的话 因为圣灵跟真理互相一同工作 所以我们如果圣灵充满 那我们就能够接受真理告诉我们的 那我们就会越来越合一 这就是我们需要做的 我们要常常一起求合一的心 如果我们跟我们的配偶没有合一 那我们就要一直祷告 或者是我们跟我们教会一起同工的 没有办法合一 常常我们会看到 有的教会的职务会开会 开了好几个小时 就是争吵不断 有些时候开会还会五六个小时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想到的都是我自己 大家都没有想到圣灵是想怎么样呢 所以我们要更深入更长久的祷告 所以我们就会发现 我们的观念会越来越相近 还有另外一件我们需要做的是 除了说要祷告求合一 我们还要做一件事情 我们来看以福所书第四章第三节 用和平彼此联络 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和而为一的心 我们用和平彼此联络 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和而为一的心 这里说圣灵会给我们和而为一的心 这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但是还有另外一种译本 是可以说我们要忍耐 所以才能够达到和一的心 那其实和一的心已经在那里了 但是我们要用和平来保守它 我们要心平气和 用和平的态度来沟通 有些人他其实逻辑很清楚 但是他心里没有平静的态度 他们来开会 他们来讨论的时候 自我的意见非常地强 或者是跟配偶沟通的时候 讲话像大老板 是的 也许我们有充分的理由 但是我们心里没有和平的态度 那我们没有和平的时候 那和一就不用谈了 所以我们要谦卑下来 是的 我们也许有很好的理由 但是我们也要听听别人怎么想 我们也要看看别人的角度 是的 也许我要多学习 我要慢慢来 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要记得 把我们的骄傲放下 所以我们才能够得到合一 我们来看雅各书第四章 雅各书第四章 雅各书第四章 你们中间的征战 斗殴 是从哪里来的呢 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吗 这里就说到底为什么在婚姻 在教会或者是任何地方都有这些征战 我们不应该是这样子的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征战呢 就是因为私欲生出来的 所以我们要求神来把我们的私欲移除 我们要把骄傲放下 主耶稣替门徒求合一 我们要替教会祷告 让我们大家都合一 我们要替我们的职务会 替我们的传道长职 祷告 让大家都能合一 我们也要替我们的宗教教育的老师 祷告 让大家都能合一 我们要替所有的家庭祷告 替所有的婚姻祷告 让大家都能合一 当我们有合一的心 那撒旦就不能够进入我们中间 第三点 耶稣替门徒祷告 祷求他们成为圣洁 我们来看回去约翰福音17章第19节 约翰福音17章19节 我为他们的缘故 自己分别为圣 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 主耶稣替门徒祷告 让他们成为圣洁 当我们说到成圣 我们可能常常会想 那我们就是要离开这个世界 所以在中世纪我们看到很多的修道院都是建立在离人群非常远 山林里面的地方 他们不能够去任何地方 想任何的快乐 那这些修道者呢 他们不能够吃很多的东西 也睡不了什么觉 他们也不可以跟别人联络 就是除了这些跟他们一起修道的人 那他们就认为呢 离开世界而生活 他们自己就变得很圣洁 但是其实主耶稣不是叫我们这样 那我们看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五节 十五节 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 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二者 主耶稣不是叫我们离开这个世界 主耶稣是叫我们要脱离那二者 这是两个不一样的事情 那我们当基督徒要住在世界上 但是观念要离开这个世界 很多人来问保罗这个问题 我们可不可以跟淫乱的人相交呢 那很多人说我是基督徒 所以在学校如果碰到一些同性恋者啊 或者是知道私生活混乱的人 那我们就不应该当他们的朋友 妈 其实答案是不对的 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九到十节 哥林多前书第五章九到十节 我先前写信给你们说 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 此话不是指这世上一概行淫乱的 或贪婪的 勒索的 或败偶像的 若是这样 你们除非离开世界方可 保罗这边解释得很清楚 他是说你们不要切断这些所有的关系 我们不可能不接触任何犯罪的人 因为这个世界里面的人 都是在最终生活 如果我们看到任何的人说 你不圣洁 所以我不要跟你交朋友 那不可能的 所以保罗怎么说呢 所以保罗说我们要在这个世界上正常的生活 但是我们的思考 我们的行为不可以被他们影响 我们其实要入世 但是思考要出世 那这样怎么达到呢 主耶稣给我们很好的模范 我们看回来约翰福音第十七章 约翰福音第十九节 我为他们的缘故 自己分别为圣 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 主耶稣这里告诉我们 他是怎么样离开成圣的呢 分别为圣的呢 主耶稣进来这个世界 主耶稣住在我们中间 有很多法利塞人 罪人 都在主耶稣的旁边 主耶稣过着一个不一样的生活 因为他有真理在心里 因为他就是真理 所以他因为真理而分别为圣 主耶稣这里说 真理可以让我们成圣 我们来看这个过程是这样的 真理 真理会更新我们的思想 然后更进一步 会更新我们的行为 那我们行为更新了 虽然我们住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已经跟这个世界分别出来了 主耶稣只能把我们的罪洗干净 但是是我们要自己努力 使我们自己成圣 为什么我们最近要加强 替我们的年轻人祷告呢 因为这个世界的影响力 实在太大了 很多年轻人进了大学 读了几年书 思想都变成跟这个世界一样 看了很多这个世界上的电影 那思考模式就变成跟世界一样了 保罗怎么跟我们说呢 我们来看罗马书第十二章 第一到二节 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 所以弟兄们 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 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是圣洁的 是神所喜悦的 你们如此事奉 乃是理所当然的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叫你们查验 何为神的善良 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我们常常不断地翻回来这一节 但是我们有这么做吗 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我们一个礼拜来教会 一次两次 不代表我们心里有更新 我们来教会做一些圣工 不代表我们的心意有更新 我们要如何更新呢 就是来听 来读这个真理 然后把我们的思想 跟这个真理比一比 然后我们就知道 我们的心意有没有更新了 心意更新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可以比两件事 这个世界常常讲我们的自由 我的权利 不管是什么权利 但是圣经强调的就是神的主权 是的 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权利 但是我们的权利 是不可以超越神的主权的 像现在疫情之下 很多人都说 我有这个权利 不需要戴口罩 但是我们不戴口罩 那就是影响到别人 对于健康的权利 还有也违反了政府的规定 那我们不可以说 这是我的权利 所以我不想做 因为每个人都是在 更高的权利之下 是的 人可以有自己的权利 自己的自由 但是我们都要符合在 神的主权之下 人喜欢不一样的事情 但是神喜欢什么事情 神要我们做什么呢 人都是看当下 但是神要给我们预备的是永恒 人都是讲我们自己的意思 圣经是讲神的意思 我们来比一比 我们刚刚说的 我们就找到答案了 所以我们现在上宗教教育 或者是我们的团契 我们应该用圣经的角度 来谈谈现在发生的事情 特别是这个宗教教育系统 因为我们现在的小朋友 年轻人都是在这个世界里面受教育的 这个世界一直告诉我们 任何事情都是可以选的 任何事情都可以让你自己决定 我们都有权利可以选择 特别是像现在我们看到的 这个同性恋合法化 大家都说这是人的权利 还有安乐死的合法化 有些人说 有些人说这是我的生命 所以如果我病得太重了 我现在就想死 那我也可以这样做 或者是堕胎合法化 如果我今天不想要这个宝宝 那我就是把它拿掉 因为这是我的身体 我的选择 这就是这个世界的想法 这是人的权利 人的自由 如果我们来讲世界的角度 那就没什么好讨论的了 但是如果我们心里明白真理 如果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教的 那我们这条线就非常的清楚了 这不是关于我们自己想选怎么样 也不是关于我们喜欢或是不喜欢 这是关于神的主权 神的意思 如果我们心里有这个真理的标准 那我们就会跟别人分开来 我们不会说别人大家都这么做 为什么我不可以 因为别人不知道真理 但是我们是属于主耶稣的 我们心里有真理 我们不要一直说别人都是这样 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第四章十四节 以弗所四章十四节 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 中了人的诡计 和欺骗的法术 被一切异教之风动摇 飘来飘去 就随从各样的异端 这里保罗说 如果我们心里没有真理的标准 那我们就像小孩子一样 会被人家骗来骗去 我们就是随从各样的异端 那最后我们就不是属于神的了 所以主耶稣替门徒求让他们圣洁 这些门徒是被选上的 但是他们还没有成圣 主耶稣一直替他们祷告 今天我们当父母的人 我们需要常常替我们的小朋友祷告 因为他们在这个世界里面 面对了非常多的压力 需要跟着主流一起 我们也需要好好替我们自己祷告 因为每一天 这个成圣的仗都在打 如果我们心里有真理 神会帮助我们 主耶稣也替我们祷告 我们也要替我们自己祷告 最后我们来做一个总结 我们的祷告的方向是什么 第一 替我们自己祷告 也替别人祷告 求合一的心 我们替教会求合一 我们希望我们的家庭也合一 我们还要求自己能够成圣 我们替我们自己祷告 替我们教会求 替家庭求 不要忘记 主耶稣一直都在替我们祷告 我们来唱诗 82首